一个秘密 一段故事 我确实忍不住要把手伸进去 究竟是什么 让他在其中的目标 我差点成见他了 我觉得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精品颓废 给他造成巨大的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该怎样帮助他 再这么下去 上幼儿园的时候 当时学校都打地破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就让隔壁床的小姑娘 把手伸到我被子里面 把手放到我的 他才能摸到什么东西 当时小嘛 还不懂这些 就是上初一的时候 同学给我一个 就是那种网址 我看的时候 就伴想和那个女的 在座 留出来 把手伸到裤子里面 就一开始会有那种负罪感 有一次我爸进来了 他也不好意思说我什么 那时间一长呢 我就每天都看两三遍 就完全的播受控制了 因为就是 确实是 金虫上楼了 我们发现这个男孩 滋味的行为当中 实际上是一种 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 他一方面 有自己的欲望要释放 另外一方面 释放自己的欲望过程当中 他有非常强的纠结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发展下去的话 我觉得心态的作用 可能会影响到他 对性的一些看法 会造成巨大的一种心理障碍 面对有类似问题的青少年 作为我们父母来讲 我们应该及时地去学习 怎么去和孩子 去交流这些性的话题 引导到一个正常的 一个轨道上来 比赛往后吧 思维的思统越来越多 就每天不动就睡不着觉 其实就是在精神层面 产生了一种依赖 就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女生穿的衣服都挺透的 能看到她们的内衣 就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看到我前台那个女生 就能看到她内衣嘛 我就把衣服盖在嘴上 看到她的背影 谢谢宣美人勇敢说出了你的秘密 那么为此你想得到什么呢 我想找上了师帮忙我 其实你并没有把所谓的问题 当成是问题对吗 也不是的 去年我爸给我找了个铁饭碗 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接触的人越来越多 光看已经不能满足了 我就开始约炮 约不到的时候就找 睡觉的时候 也会幻想我身边的异性的朋友 然后有一次 跟几个朋友喝酒 送一个女同事回家 我跟那个女同事坐在后座 分不清我自己当时是清醒的 还是幻想的 手伸进她的衣服里面 摸她的胸 摸她的大腿 然后亲她 然后她给了我一巴掌 当时这一巴掌就是把我打醒了 幸亏给了我一巴掌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跟疯了一样 她事后也没怪我 不过以后我也就在公司看见她 也觉得没脸 然后我就从这个公司走了 我最近还感觉浑身乏力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也跟我这几年的播放手运有关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嘛 应该跟我有这种相同的困扰 我说出来的就是希望 你跟上老师能够帮到我 下一步的时候 我会联系到上老师 帮你解决这个心理问题 可以吗 好 谢谢 每个人都有深藏的秘密 会案 悲苦 归意 那个不为人知的自己 究竟有着怎样光怪 努力的经历 当他们变成释放自己的告密人 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告密人 呈现你不知道的哪些事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每个青春年 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烦恼 如果没有合理的一个引导 没有父母的一个对性的正确的看待 和对孩子的引导 孩子很可能会由此产生大量的一些问题 如果过度的沉迷于自卫的行为 我觉得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精神颓废 那我们在我们平时个案当中 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 比如说暴露狂 其实就是在信心里发育的过程当中 他受到阻碍了 他在信心里发育的时候 他就停滞在这儿了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患有这种问题 这种困扰 最难以说出口是 就因为他感觉这种东西建立在道德层面之上 他难以启齿 他修与出口 这种困扰的并不是自卫本身 而是我们加上了很多道德层面的一种评判 另外一个话题 我想说的是 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欲望是有管控的 欲望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成年人会用理智的行为 去克服自己的欲望当中不合理的部分 其实我们要改变对这样一个性行为的一个看法 就是不要把它加入很多很多的道德层面的东西 内心的包袱可能卸掉一大半了 如果你还觉得自己难以自制 难以自拔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求助你身边的心理医生 让他们去帮助你走出这样的一种困扰 一个哲学家曾经说过 一件事并不能给你造成困扰 真正造成困扰的是 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适当的欲望是人类所必须的 但超过了范围 痛苦 罪恶 便会如影随形